Hello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的是清理SD的缓存和磁盘空间 因为有一天我刷视频看到了AI小王子分享的这样一个视频 他表示使用了SD过后,C盘的空间越来越少了 我就赶紧去看了一下我自己个人的C盘 他的空间确实变少了 因为我记得我安装了SD过后就再也没有下载东西到C盘里边了 但是他空间就是变少了 看完他的一个视频之后我才知道有大量的一个临时文件和缓存 占据了这个C盘 所以我根据大佬的一个方法清理了这个一大部分的空间出来 感谢这位大佬,不然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的有用 所以这个视频也给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大佬给出的方法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第一步呢,它是清理了电脑的缓存 它是在键盘上边按了Win键加R键 然后在左下角就会出现这么一个页面 然后打开这里,它有个字符就是摆分号TEMP 然后再摆分号 就这个字符你默认,点这里的确认 然后它就会进入这个文件夹 这个表示临时文件 那么它这里边有非常多的一个文件 因为我清理过一次,所以看着不是特别多 如果你没有清理过,那这里的文件可能会非常的多 你按Counter加A全选它,然后再按Delete键 然后你会弹出这个页面 它会显示其中的文件夹或文件已经在另一个程序中打开 你就勾选这里,为所有当前项目执行此操作 就是勾选它,然后点跳过就行了 它会帮你去清理掉一大部分的一个,就是说临时文件 我自己个人的话是腾了20个G的空间出来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这是第一个方法 然后第二个呢,它是清理的这个模型的一个缓存 它是打开的这个电脑的开始 然后找到设置 然后在这里,这个系统里边去找到的存储这个地方点进去 然后它这里要刷新一下 然后好了之后你点这里的其他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去找到这个CACHE结尾的这样的一个文件 这个表示缓存的意思 然后点进去 然后它里边就是有非常多的文件 那么最大文件的是这个Hugging Face 因为你下载模型的时候 它模型的缓存都是在这里 然后你点进来之后 你把里边的所有文件夹删除掉 然后同样的一个方法 这些文件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删除掉 因为我已经删除过一起了嘛 所以说看到没有 你删除过后 它也会腾出一大部分的一个空间出来 接下来我们关掉这个页面 回到这个设置这里 然后我们返回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页面 这里有个临时文件 我们点进去 然后在这里我们有很多 我们不需要的临时文件 你根据自己需求 然后去勾选要删除的临时文件就可以了 比如说像这个回收站 我觉得我就不需要它了 那我可以直接勾选它 然后并删除 这里也会清理大部分的一个空间出来 然后接下来一步呢 是去清理的Person的一个缓存 然后我们把这个关掉 在这里你要去找到你的电脑这个地方 然后呢你在这个地方上边 这里去输入这个命令 我会分享给大家 然后你把它放到这里来 在Enter键 它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文件夹 这里很熟悉 就是我们的缓存对吧 然后你点进去 进来了之后 你把所有的文件删除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清理掉一大部分的一个 就是缓存了 就是这个非常的简单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之前 你没有选那个回收站清理里边的东西 那你可以在这里去清理一下 就是这个你Counter A 然后再按Delete 它问你是否永久删除 你就如果回收站里的东西都不需要了 那你可以选择是 它也会释放大量的一个 就是说就是空间出来 然后你再去看你的C盘 你就可以看到你C盘清理过后的一个 就是说空间了 它会清理大部分的一个空间 因为我清理过了 所以这里不是很明显 大家下来可以去试一下 再次感谢AI小王子这个大佬 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今天的一个视频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AI小王子